广评代播古装剧最惊艳古装男神造型Top10 曾顺希白酒丝排名最后 侯明浩逍遥高马尾半批发排名第八 墨宇云间王兴月新卷发惊艳亮相 冠军网友直呼颜值报表 2024上半年又有好多古装剧开机拍摄 像是肖战万众瞩目的大男主古装剧《藏海传》 还有人家伦和彭小冉的《凤凰台》上 王兴月以墨宇云间爆火后 也接拍古装剧《定风波》 王兴月的新造型好看程度不输墨宇云间 诉国公呢 之前微博网友也投票评选 2024开拍古装剧《最惊艳的古装男神造型》 以下是网友票选榜单Top10 人家伦凤凰台上第五 王兴月新剧《定风波》造型冲第二 冠军真的帅 微博票选2024开拍古装剧《最惊艳的古装男神造型》Top10 曾顺希饰演林江仙白酒丝 林江仙找来白鹿和曾顺希搭档 曾顺希饰演众神之首的大成玄尊 类似《三生三世纸上书帝君》那样的地位 于正号称林江仙前三分之一比鬼怪好看 中间三分之一比黑暗荣耀好看 男主人设向鬼怪的恐流 不过上一步拉了鬼怪来对比的以爱为吟质感 被拳王吐槽 希望林江仙质感真的像于正说的那样 林江仙原名河门有胡 白鹿饰演平凡女弟子 出身不高 天资不强 没有无双的相貌 也没有绝顶的智慧 但却被九重天的大成玄尊看上 结为道旅 然而这在众人眼里天大的机缘 却包藏着不为人知的险恶 曾顺兮在林江仙的白发造型迎来不少吐槽 感觉她不太适合仙气飘飘类型的古装 另一套黑发造型就要好看不少 微博票选2024开拍古装剧 最惊艳的古装男神造型 Top9 刘玉宁饰演书卷《一梦男行》 书卷《一梦》和《墨语云间》 一样改编自《千山茶客》的重生小说 原著小说叫《重生之嫡女霍飞》 是重生家宅斗而剧版大改设定 变成剧本世界 书卷《一梦》讲述180线女演员宋小瑜 意外穿进剧本世界成为女主角宋一梦 遇到因很绝情的南行 两个纸片人与命运抗争 展开改命之旅 刘玉宁的古装造型运不错耶 从去年的《一念观山》到接下来的折腰 书卷《一梦》 刘玉宁的造型看起来都很精致 不是那种流水线的粗糙古装 造型很有质感 微博票选2024开拍古装剧 最惊艳的古装男神造型Top8 侯明浩饰演逍遥红叶 侯明浩是近年古装扮相 很受好评的男演员 在护心 《大梦归离》之后 侯明浩又接下古装仙侠剧 逍遥搭档谈颂运 造型依然帅 侯明浩在逍遥饰邻族邻居红叶 逍遥的剧情和护心有点像 大家都笑说 侯明浩怎么又要被爱人背叛了 逍遥 讲述百余年前 邻族邻居红叶与人族公主宁安相爱 红叶准备与宁安成婚 却惨遭背叛 被宁安一刀刺死 百余年后 人族对邻族越来越惧怕和厌恶 人族女子孝瑶 意外唤醒被封印的邻居红叶 红叶发誓不再相信人族 可他万万没想到 与宁安长相相同 性格却大相径庭的孝瑶 牵动着他的所有情绪 微博票选2024开拍古装剧 最惊艳的古装男神造型top7 宋威龙韶华若锦饰演江旭 宋威龙早年一直被吐槽不适合古装 不过今年宋威龙接派的相思令 韶华若锦装造倒是都很适合他 这次的韶华若锦改编字 不只是柯菜的小说小豆蔻 是个先婚后爱的故事 宋威龙要搭到00后小花包尚恩 是对眼睛很友好的高颜值组合 韶华若锦讲述 束手边关八年的定北王江旭 为调查定北军军想被他末一案回到大显朝 起料他末案背后牵连圣广 为了尽快查明幕后真凶 江旭自愿迎娶同为将门之后的名谈 让名家免遭利用 江旭是个高智商 冷酷毒舌 恪守规矩的耿直打脸王 不懂男女之情 却在相处中和女主动了真情 爱情线应该会很好客 微博票选2024开拍古装剧 最惊艳的古装男神造型top6 李宪饰演国色芳华蒋长阳 国色芳华是一部大女主经商古装剧 找来亲爱的热爱的杨子和李宪二搭 过去李宪在建王朝的古装扮相评价不是很好 因此一开始国色芳华被不少网友唱衰 没想到路透是初后 李宪这次的唐风古装意外不错呢 比建王朝好看很多 国色芳华讲述商骨之女何维芳 从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中获利出户 他评级培育西式牡丹的技能 涉足伤海 何维芳与隐忍折服的天子近尘 花鸟是蒋长阳做起了生意 种花创业 二人以暗生情愫 微博票选2024开拍古装剧 最惊艳的古装男神造型 他普 任嘉伦凤凰台上饰演肖幻 凤凰台上完全是神仙阵容啊 找来任嘉伦搭档彭小冉 根据谢楼南小说《我的皇后改编》 任嘉伦饰赴黑皇帝 彭小冉是他的游侠未婚妻 两人最初深情浅全 最后却反目成仇 相爱相杀的设定很带感 而且这是任嘉伦很擅长的宫廷古装剧呢 装造梦会周生如故和大唐荣耀 凤凰台上讲述女侠林苍苍狭干一胆 在江湖中创立了匡扶正义的门派凤来阁 南齐王朝年轻的皇帝肖幻一心未民 然而首府大臣联合江湖势力霍乱百姓 肖幻化名白驰番微服私访行走江湖 并认识了林苍苍 二人一起仗见天涯 却不料林苍苍就是首府的女儿 并即将成为他的皇后 微博票选2024开拍古装剧 最惊艳的古装男神造型top4 王子齐饰演榜上嘉旭路长 古装剧榜上嘉旭找来王子齐和卢裕小搭档 之前公开拍摄路透 王子齐的古装扮相迎来一些网友吐槽 不过王子齐虽然不是第一眼美男 但他演起戏来还挺能让人感受到魅力 这次他饰演的路长是个腹黑心机 又扎又苏的状元狼 榜上嘉旭讲述江宁简府千金简明书意外落牙失意 却因此躲过面门惨案并获新上人路长救助 两人相伴共赴京城考学 简明书进入内宅探案简明 一步步揭开绅士谜题 而路长是个人前冷静自持 人后狠力癫狂的男人 不仅武力直报表 甚至琴棋书画 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精通 人设看住很万能啊 微博票选2024开拍古装剧 最惊艳的古装男神造型top3 李鸿意饰演风影燃眉香 楚定江 李鸿意之前和赵路斯合作 天雷一步之春花秋月 成为小有人气的古装网剧男神 后来还推出高频武侠剧少年歌行 李鸿意的古装扮相挺好看的 这次在风影燃眉香 他要搭档王楚然 饰演少年将军楚定江 李鸿意的将军扮相很好看耶 古装武侠剧风影燃眉香 改编自改编自秀唐小说 伪送杀手日志 讲述具有双魂的古怪少女 安久成长为皇家女特工 并一路闯关 遇见少年将军楚定江的故事 风影燃眉香 导演和云之宇一样都是郭敬明 郭敬明的审美不错 应该能把王楚然和李鸿意拍得很好看 微博票选2024开拍古装剧 最惊艳的古装男神造型 TOP2 王兴月饰演定风波 萧北明 墨语云间 王兴月在新剧 定风波的古装扮相很好看耶 这部定风波是古装学一剧 王兴月饰演大器第一神探 萧北明 这个角色挺惨的 大婚当日 萧北明被嫁祸为恶魔夜煞 背负实施叛国的罪名落湖逃亡 三年后重归京城 取得师妹钟雪曼的信任 在黑暗中向死而行 几人联手破获数个奇案 先前王兴月在宁安如梦 墨语云间的造型 都是比较偏宫廷式的古装 而这次在定风波的造型 很有少年侠客的感觉 是不同味道 很帅 定风波故事感觉也挺值得期待的 这部剧王兴月要合作00后小花向寒之 微博票选2024开拍古装剧 最惊艳的古装男神造型 他批 肖战饰演藏海传藏海 藏海传肖战拿下冠军 在玉古瑶之后 肖战终于又接下新古装剧藏海传 这是优酷直播的S加大男主古装全眸剧 肖战搭档95后小花张静怡 甄嬛传导演郑小龙指导 是绝对的黄金版底 藏海传肖战饰演的藏海 本是大雍国青天坚坚正之子 小时候家里一戏被灭 多年来他隐姓埋名 长大后化名藏海回京城展开复仇 之前藏海传也是出剧照和路透 肖战新古装造型太帅了 不同于玉古瑶 陈情令那种仙侠扮相 肖战这次的造型像个俊美书生 清俊儒雅 很让人眼睛一亮 我们敬开 好 是